詐騙集團不只打電話隨機行騙 甚至假冒逢甲大學 總務處一名秘書的名義 鎖定廠商來騙錢 這人自稱莊彩玄 打電話給監視器廠商 他說校內有一個監控案需要更新 他說這個監視器的預算有300多萬 雙方加了LINE 自稱總務處秘書的莊彩玄 又加碼說監視器要綁100組 總價200多萬元的垃圾桶 一起採購 還給了一組做垃圾桶廠商的LINE 廠商說你要感知這些垃圾桶 他需要趕快去聯絡材料廠商 他要求我需要先匯款 今天要先匯款的這個動作就不太對了 做生意誠信原則 我也相信我的客戶都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請他提供匯款資料 他真的是個人戶 我說請你提供公司戶 我不對個人戶做匯款 幸好這位監視器廠商很精明 沒有匯款沒有被騙走血汗錢 不過在詐騙過程中 這自稱莊彩玄的女子 為了讓對方能更相信她 還說只要在約定時間內 擺上採購的垃圾桶 10月4號就能到學校簽約 不只署名 還附上了身份證號碼 當然10月4號下午2點 他人沒有到 我們向逢甲大學總務處求證 不只沒有莊彩玄這名職員 今年6、7月開始 陸續有好多廠商打電話來 要找莊彩玄 甚至有人已經匯款30萬元 被騙了 他還會特地跟你講 這個東西還沒有跟你確認之前 你不要跟任何人講 詐騙集團不只冒名冯甲大學職員 另外也假借台中科大 清華大學 甚至冒名嘉南藥理大學的職員 對外謊稱 學校有墓地板更換 以及垃圾桶採購業務 詐騙廠商 全線追查 今年6月身份證號碼 一樣的莊彩玄 才遭新北市警察局土城分局 依詐欺罪嫌 寒送偵辦 警方調查 他可能只是一名家庭主婦 自稱也遭人詐騙 廠商們注意 各級學校採購業務 都會有公開招標流程 這種LINE上的傳訊業務 務必打電話回去求證 否則就等你上當匯款 TVBS新聞 新聞江俊彥陳書寫紅採論台中 採訪報導